嗨,我是Amber,欢迎来到我的健康频道 中药预防新冠在很多国际期刊医学当中已经被证实效果了 而新冠一号更是扬名国际 到底增强免疫力有哪些中药材是值得平日保健吃的呢? 对于预防以及转阴的患者在食用中药上面又有哪些注意事项? 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影片,别忘了订阅、留言,还要记得分享哦 我们欢迎陈朝中医师,陈医师您好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陈医师请问一下,我们的清冠一号已经在世界文明了 这个也让很多人开始关注,就是说中药到底怎么样能够治疗这个新冠疫情的问题 其实我们在中医方面的研究都是跟着世界药物的研究 比如我们补典上有什么样的药物,那我们就发现 发现以后呢,我们拿来做动物实验 动物实验以后,在人体的实验,确认它的有效以后 再变成一个精致化的一个临床的药物 应用在病人身上 那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 现在在中药的部分,有哪些的中药它其实对于新冠是有帮助的? 其实我们知道,像红花跟藏花,其实有很多用在保健养生 尤其是藏红花,这个是非常珍贵的药物 那当然知道红花它本身有所谓的火血化衣 这个痛经止痛,或者所谓的气质血液 或者是像月经调节的这些 那藏红花是临床上它的一个作用 除了火血化衣之外 尤其对于抗血酸、增加免疫力 抗氧化、抗老化,都非常有效 但是因为它的产量很少,所以非常珍贵 那另外更值得一提的就是像 非常容易的药叫做伤黄 伤黄是什么? 整在伤树上 伤树上面枯死以后呢 它会整出像一个菌汛类的木类的东西 那有点像耳朵一样,有点像墨一样 增加免疫力三体类 那另外像牛章汁 牛章汁是世界的 台湾国宝 其实牛章汁是台湾的国宝 那牛章汁这个也是非常有用 它就是增加抗氧、养肝、抗疲劳 抗肝的重要 抗疲劳现在新冠完了以后 很多人都会觉得倦胆 对,新冠完了以后其实会重复的病化症 那其实有一种叫做抗疲劳 那接着医生又要介绍一下 清冠这个也是很久以前就已经有的这个药方了 为什么它这一次可以有起到这么大的作用呢 应该在2000年的时候 SARS的时间因为病例量很少 那书里尚教授说对这个SARS的研究 发现说我们的古典里面 这个瘟疫的发生里面 就有一些有效的药方 从2019到2020的时候 我们这个病例发现 振脱了 振脱以后 然后我们上金种医院跟其他医院 发现有病用中药的这些病毒 有得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比如说可以减少九天所谓的PCR 散采用 可以移出隔离的病毒 那其实那个主要的内容 其实它主要有金银花啦 板南根啦 黄芹啦 还有瓜肉食啦 金戒啦 薄荷啦 鱼芯草啦 等等 那这个药你可以听到有 清热解毒 划山的药 有清肺热的药 有抗病毒的药 也有像治肝草 调节猪药的一个作用 就是我们中药也有精神措施 最近我发现 清冠医药应用在西医里面 跟中医里面的治疗对照 有以西药为主的 137例里面 有9个会被种症 另外一组的137人 并用中药 没有一个种种症 那另外就是说 重症的病人 有121位 那我们如果是只有 单纯用西医治疗的 21位他只会死亡 就是重症就很会死亡 但是用西医药只有7个 所以我们最近的发表 减少74%的死亡 那其实我们也都知道 中药的抓药 其实都是要因人的体质而定 那现在清冠有很多的 成药出来了 确诊没确诊还有就是转阴的人 他们在使用的份量上 其实根据 因为这个清冠医药是 国家中央也做出来了 那各位去看喔 他在国内上有一个 清冠医药专属的区域 他那个专属的区域 有谈到民众的 Q&A 第27题 他有谈到 高危险群诊 你可以使用清冠医药 这个连续2天到3天 使用浅济药 除了顺田糖的20克之外 其他药只有一天要30克 那如果是40公斤的小朋友 等同大 如果20公斤的小朋友 就是一半量 如果是10公斤的小朋友 就是变成四分之一的量 但是如果你是 像运输等等 前两天 维持前剂量 那过第三天以后 就维持半剂量 可以减少病毒的 哪两个得到症状有的环节 尽管医药 他本身的互作用小 他没有太多使用的限制 那如果说像有些高危险群人 比如说 65岁 又有多重难病 80岁以上的伤症 或者他因为体质上 一剂都没打 那得到以后 可能死亡率就很高 或者重症率很高 所以像这样的人 其实都可以来使用 轻管医药作用 那转阴的患者 那其实转阴以后 转阴以后 其实就不用再用轻管医药 轻管医药 轻管医药在我们的作用 第一个他会 退上 减少关节的疼痛 肌肉酸痛跟皮 减少病毒量 咳嗽咽口也不足 当你已经确诊以后 转阴以后 其实前面三个什么用 那这个时候你要用轻热解毒糖 就是杀病毒跟直咳嗽的样子就可以了 从阳转阴 其实他的病毒量还是很高的 呃 根据 世界上最顶级的医学杂志 叫做Leach 他有提供一张图片 就是说你确诊以后 那个病毒量上升 是 当你转阴以后 28天还是高病毒量 很高的病毒量 会怎么样 还是会上升 快晒阴至少 不传别人 但是当然会上外自己 那一些病化症跟一些 后遗症跟一些 所谓的常性患才开始而已 所以我们快晒阴以后 有一些注意事项 生活上 隐私上 要特别的注意 所以像油炸的 辛辣的 麻油 还有大量的葱姜蒜 那其实我们像 在台湾里面像 江湖鸭 冬天到了 对 或者说像麻油鸡 三杯鸡这类三杯的东西 葱香酸酸酸酸 又很多 那另外坚果类 都不能用 那另外再来一个重点 是补汤 补汤 所谓的补汤是什么 像鸡精都是 像 那个像 人生鸡啊 人生啊 荒芹啊 枯极子啊 安粿啊 穿穹啊 粿子肉粿啊 小的四五汤啊 什么药炖排骨啊 这些吃了以后 又把病毒吃起来 所以 快三一里又只是 余毒胃清啊 但是这个时候 为什么大家会有这个感觉 因为大病之后 感觉好像 会累 会疲劳 其实会累 会倦怠 这个就是 病毒量还是很高 所以但是 没会误解 有经验的意思就是 你这个是病毒量还是很高 所以会累 那当然就是我们很多人的直觉 就是 我需要补一下 结果补了以后 更糟 阴又准痒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很常见的一些问题 那当然 就是也不要做一些 极限运动 极限运动 比如说 我去 跑马拉松 我去做重拳 其实这个很容易 亮丽而为 对 好啊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陈医师的讲解 谢谢你